嗨大家好 2021秋老虎猝鼠今天已经开始了 强碰鬼月开运法家大禁忌 猝鼠还是很热 秋老虎大家有没有感觉很热 头在冒汗 好不是冒冷汗是冒热汗 我们来讲一下 猝鼠到底在节气里面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节气 我们知道立秋马上就到来了 然后猝鼠 接着下来就要过秋天过完就要冬天了 那今年看起来是非常热的 台湾我觉得还是好 其他国家真的是冷热已经不分了 那个热天气再下大雨 再下冰暴 然后该冷的地方也在火烧山 也在热到暴 就像加拿大 很可怕 那台湾其实在亚热带地区 其实算起来还好 日本它是比较冷一点的 纬度越高的国家它本来就越冷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碰上秋老虎又碰鬼月 那鬼月大家拜拜了没有呢 你拜拜了没有呢 如果你还没有拜拜 我有昨天 我今天一大早六点钟 其实我五点钟左右就起床了 我就写在FB上面 你们就可以加到我的FB好不好 如果还没有加我FB的朋友呢 请加我的FB FB的号码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还没有加到海洋老师的FB 请你加FB上面打林海洋开运粉丝团 就可以找到我的FB 我有两个FB 一个是个人业的 一个是粉丝业 你一定要加到粉丝业 我个人业已经加满了 没有办法五千人已经满了 所以你一定要 我有两张照片不一样 那个粉丝业呢 就是我的粉丝团呢 是一件黄色的衣服 你们一定要加那个才有用 所以你们先加到我的FB 我很多讯息都会po在我的FB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有些比较简单的讯息 我都放在里面 我就不做直播了 好 我们先来讲讲2021年的 秋老虎处暑 强碰鬼月开运法 怎么样开运呢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好 多喝温开水 好 夏天到秋天呢 是最火气最燥热的时候 比夏天还要燥热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要接受这个气场的变化 这个气场的变化呢 整个呢 会让我们呢 心烦气躁 秋天的那种热 是闷热 而不是像夏天一样说 喔 热一阵子就过了 你喝个水就过了 他没有 他是闷热 好 第二件事情呢 要多吃蛋白质 你的健康免疫力才会好 因为呢 这一段时间呢 如果秋风一吹 我以前呢 年轻的时候比较瘦 所以我常常在这个 秋天的时候呢 就开始什么打 打喷嚏 然后就开始呢 流鼻水 然后呢 手脚就发冷 就冰冷 瘦弱的女孩子通常都会这样子宫虚寒 容易生病 感冒 就是一个不留心就会感冒 所以你要多吃蛋白质才不容易感冒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蛋白质要怎么吃呢 整颗蛋 连蛋白质 连蛋白质一起吃 好 那里面有很多的维他命 还有呢 包括呢 铁质都会有 好 多吃维他命 C C 所有的维他命都可以 你也可以用维他命来补充 比如说维他命D 就晒太阳 然后维他命A 维他命C 维他命A要吃红萝卜 维他命C 多吃橘子 然后呢 你要另外的话吃香蕉 也很好 为什么 香蕉它有很好的 这个可以让我们产生免疫的 像很多医生在推荐说 这个Delta病毒呢 如果你多吃香蕉的话 一天一根香蕉 可以让你呢 这个身体健康会更好 然后免疫系统会更好 所以多吃香蕉 巴勒也很好 巴勒的维他命C也很好 然后番茄也很好 橘子也很好 苹果更好 苹果连皮 如果洗干净连皮就吃 但是现在因为都有 很多 很多水果都有下农药 所以你要吃那个 看起来丑丑的 那个皮看起来丑丑 那个就比 可能没有下农药的 好 那其实呢 吃水果是非常好的 多吃水果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喝中药养生茶 也可以 要什么叫中药养生茶 像我们都知道 女孩子呢 要补身体的话呢 一定要红枣 然后呢 要顾眼睛的话呢 菊花茶 然后呢 你再加一些中药的什么 什么枸杞啊 枸杞也可以顾眼睛 所以呢 你在这个阶段呢 当然当归一点点 那一包呢 大概用煮开水的方式来喝 那因为那个红枣会比较甜 所以就不要放太多 要不然你吃 喝的太多就会胖 一天大概喝两次 那杯子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 杯子大概这么大 那早晚喝一次 你的脸色会红润 而且气场会好 因为呢 喝中药养生茶非常重要 有些人胃食道逆流啦 或者健康不好啦 这个是我们都要养生的时候 所以呢 在猝鼠这一段时间开始呢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开始 好 接下来呢 为什么 要暖胃 暖胃的话呢 你的肚子就不会虚寒 就不会虚寒 肠胃一旦好的话 肠胃的益生菌很好的时候呢 就会让你健康 而且不容易生病 而且你的嗯大便呢 就会很漂亮 不会那种 那种脏很稀稀的那种 或者很粘稠 那个都是很不好的现象 好 便秘的人 也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那接着下来呢 要防止便秘及睡眠不足 你知道便秘就是水喝的不够多 你不管你喝什么茶 但是我是不喝果汁的人 我是从不喝果汁 呃 我对四周的果汁有点害怕 原因在哪里 因为呢 这些果汁呢 之前前几年不是都查出来 验出来有很多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真的到现在那个心有余悸 不敢喝果汁 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添加物 比如说色素啦 或者什么东西 什么压抑 反正你要食品添加物就一大堆嘛 那大家都安全 怕安全放回 但是能喝多的是安全吗 反正我就不太敢喝 那所以呢 我是不喝的 我是喝水跟喝茶 喝咖啡三种 接下来 而且咖啡呢 我是尽量都是自己呢 在家里 咖啡都研磨的 好 防止便秘呢 最好的方法呢 不是叫你吃软便剂 而是要你多喝水 你的水分够的话呢 你的嗯嗯呢 就会很顺畅 为人很顺畅的时候呢 你健康 肠道一定要好 健康就会好 睡眠不足是吗 要补眠 中午的时间大概十五分钟 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吃完饭 然后呢 稍微休息一下 闭目养神一下 那晚上早点睡 倒不至于说一定要睡美容觉 像我这种工作都很忙的人 晚上都要写很多资料 住持部要写很多资料 没有办法睡 那么十一点就要上床睡 这样不可能的事情 我可能一点钟都还在写资料 半夜一点 因为没有人吵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很安静 很安静我就可以写很多东西 好 所以呢 一定要补眠 假日要补眠 好 每天早上起床呢 客厅要冥想 你可以坐在你的床上冥想 在客厅冥想都可以 那你冥想什么呢 工作财运要大方 你这样冥想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你每天 你每天从今天开始 你晚上也可以 不定时的 都随时 你有空就可以坐 三分钟最好 冥想三分钟 打坐一下 然后呢 双腿盘起来 然后全部都放空 今天的工作不顺 或者哪里不舒服 或者跟人家有什么 开会的时候有什么 argue 都放松 全身要放松 然后呢 开始冥想 每天早上起床最好 你知道为什么 早上我们可以接阳气 晚上是接阴气 尤其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但是呢 因为大家都很忙 有时候早上太忙了 中中满满出门 可能要开车啦 要坐车啦 所以时间上比较不够 又是晚起一点的话 所以呢 最好花个几分钟冥想 早上起床的时间 喝完一杯200cc到250cc的水 你就开始可以 盘腿打坐 打坐在客厅的 那个沙发也可以 你开始冥想呢 工作财运要大发 你今天出去以后呢 我告诉你 那个运能量会改变 你每天哦 只要这样坐三分钟 然后呢 贵人就会自私的顺心 那你要求贵人 并不是贵人就真的会来帮你 而是你要先付出帮人家 很多事情要用心啦 你如果心不在焉 那什么事都不会做得很好 你说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这样讲好了 我这个人是很负责任的人 如果老板交办一件事情 我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全部完成 那他需要 可能还没有 要问我的时候 我已经会跟他报告 说这些事情都帮你完成 你想想看老板 老板会不会觉得你做事 非常得力嘛 根本不用说 这东西做好了没有啊 这东西弄好了没有 不用 就是要用心 你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说你没有贵人吗 不可能 老板会提拔你的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的薪水都加得比别人快 就是因为我很认真工作 而且用心工作 你的心不在意你的工作 要人家盯着 你想想看 大家 难道谁不想偷懒呢 我也想偷懒 问题是你偷懒有什么好处 时间是纷纷免码过去 一天天过去 你偷了一天的懒 你就输人家一天 你偷了一个月的懒 人家已经爬到上面了 你还在那边 你爬了 我跟妳讲 一个月看不出来 三个月看不太出来 半年就看出来 你没有进步 半年就看出来 不是啊 我现在去学东西 这样就可以 不是 是你的心用在哪里 在工作上 职场上 是你的后盾 你收入来源的后盾 如果你收入没有了 你再有好的技能都没有用 你对事情没有用心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是要教大家呢 工作财运要大发 冥想 然后呢 去工作的时候呢 好好努力工作 那贵人相处 事事顺心 那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相处要非常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家里如果有脾修 那有氧残除的人呢 连七天摸摸他的头跟他讲话 请他为你招财 你知道这个能量会很强吗 你只要跟他讲话 很多人说 那供一杯水 可以 供一杯水 或者供一个烟也可以 但是你要出门就不好供烟 就要供一杯水是可以的 那这个水里面呢 可以放五十块的铜币 里面是有柴水嘛 或者放多少多点铜币在水里面 那叫柴水 不是给你喝的 是给他喝的 就是说你要供养他 你供养他呢 那回去晚上的时间呢 你就可以点香了 你就可以点香 好 那七月份呢 其实供这些神兽 这些神兽的话呢 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要好好供养他们 七天就可以了 连续七天 好 从今天开始 不要忘记了 那明天开始做也可以 就是连续七天 你记得要七天 好 第八样 穿鞋踏出家门的第一步 鞋子穿好绑好鞋带以后 口中要念 一路平安 五路财神助力 一路平安 你当然要平安 要健康啊 对不对 你如果不平安 出门就不平安 一路平安 五路财神助力 十方神佛 注望事业跟贵人 十方神佛 当然包括天上的 阴间的都会帮助 因为这个月是鬼月 不要忘记 这些十方的阴魂也会帮助你 你只要跟他和平相处 人也是一样啊 人也和平相处你就会非常好 不是贵人就会很多吗 那这个呢 守心向下比守心向上好 你每天身手给人家要钱 还是要守心向下 你有钱可以给人家 或者你有能力施舍 对 很多佛道教所讲的这些都非常重要 大家要听清楚了 上供天堂 上供神佛 下什么 下布施 往下布施 你是一个人要顶天立地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上供诸佛菩萨 下供呢 但是上供诸佛菩萨 包括谁的是菩萨呢 你的父母就是你的菩萨 家里的大菩萨就是父母 好 你要供佛可以 但是也要先供着 我们家里的大菩萨 你是他生的 他养的 至少把你拉拔赏大成人 教育你念书 给你钱 生活 为你吃饭 生病的时候带你看医生 照顾你 对不对 很多人在小时候呢 生病啊 意外啊 不是都父母在照顾吗 忙进忙出的 去工作要赚钱养家以外 要给你吃饭 要给你上学 那些要付出很大的心力的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这样 上供诸佛菩萨 包括我们的父母 好不好 踏出家门的第一步 门大门还没有关 你就可以开始念了 一路平安 五路财神助理 然后呢 十方神佛 助望 事业贵人 好 接下来 禁忌 好 有几大禁忌 三大禁忌 要记得 有三大禁忌 畜属呢 还在 这个 鬼月 那如果你还没有拜拜的人呢 还没有拜拜的人 千万不要随便骂人 比如说 在公司开会 忽然间就去骂人 你都还没拜拜 你又不是像我天天都在上乡 我每天 家里共乡 我每天在家里共乡 然后呢 办公室共乡 办公室是一定要共乡的 因为我要帮所有的 所有的我们的粉丝团 他如果下订单 他的神器 招财他 开运化煞神器 我要帮念经加持起步 所以我是每天上乡的人 请诸佛菩萨呢 帮助大家的人 所以禁忌是什么呢 你不能随便骂人 七月份不能随便骂人 不要跟父母吵架 不要跟阿公阿嬷 不高兴 跟小孩天天对干 这不可以的 禁忌就是第一个不可以吵架 因为吵架以后呢 这些恶灵恶元 就会开始产生 这样大家知道 第二件事情呢 你穿衣服要有禁忌 不要全白的或全黑的 那也不要黑白配 好不好 黑白配是不好的 要怎么样穿呢 穿点亮色系的衣服 水蓝色 米色 米白 浅灰 都可以 你不要 里面又穿黑的 外面又是黑的 全山黑漆妈屋的 尤其你夜归的时候呢 你的摩托车又是黑的 谁看得到你啊 就把你撞成一团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不好 最禁忌 尤其是夜游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好 接下来呢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 你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不是要去 假日要去玩吗 什么上山下海啊 对 带女朋友 带男朋友 跟男朋友去玩啊 开快车啊 第三 既开快车 这三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了 做到了 你就会平平安安 我们要度过这个 农历的七月 现在变数非常大 我刚才上一集节目 我讲了变数非常大 而且呢 就像那些意外大灾害 你不去撞人家 人家会撞你 是不是 所以呢 千万记住了 不要太大意这些三件事情 好不好 这三件事情呢 在猝鼠的七天以内呢 一定要尽快改善它 那另外呢 就是你的脱发 太长了吗 可以修一修 胡子太多了吗 可以刮一刮 让你的面目看起来 比较可爱一点 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呢 让你的颜值高一点 那女孩子可以擦一点点口红 好不好 不要像僵尸脸一样 老牢不疼舅舅不害 看起来就很令人痛恨的那种 那男孩子也是啊 对不对 长个绕腮服啊 然后呢 不修边幅啊 看起来就像那样 人不像人啊 鬼道像鬼了 所以呢 这个在衣物上面要特别注意哦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不要忘记呢 把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然后呢 按订阅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 好 那不要忘记哦 七月的经济要记得了 要怎么样求财 求福 求福报 都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大家咯 拜拜